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高烧研究所 我是Jason 今天咱们来试打一下这款明日之星Monster的干身 首先这个外观非常漂亮 它是一个镜面镀层的感觉 颜色非常鲜艳 除了红色以外 它还有几个这种不同的颜色搭配 非常漂亮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黑蓝色 这干身有一个全钛丝的设计 叫Full Titanium 就是在干身的这探布里面 有一条一条的钛丝 从头伸到尾 所以在干身的尾巴切面和前端切面 都可以看到这些一点一点的金属亮的点 这个就是贯穿整个干身的钛丝 所以它会拥有钛金属的稳定性 同时也有碳素干身的轻量化 韩国熊慧赛的女子选手 有很多使用这款干身的 同时在PGA上有一位选手叫Brandon Matthews 他也是用的这款Monster的干身 可能它不是那么有名 但它的开球距离 现在排在全部的PGA第二 仅次于麦克罗伊 干头速度也是排名第二 仅次于卡梅隆前谱 然后我手上拿的这支是一个50SR的硬度 写的是54克的规格 然后SR 根据它们的参数规格表 它们的建议的干头速度在这里 我原来还会觉得50SR会不会有点软 但我测了一下它的CPM在249 应该比一般的常见的50S还要稍微硬一点 同时它的硬度参数尾端这边是16.9 差不多17 前面是6 所以是一个非常的边形的干身 就挥起来应该很像甩鞭子的感觉 应该是个低折点的感觉 所以今年比较类似的像Tor AD的CQ TRPX的Afterburner 还有王者之剑的A区 都是比较接近这样的干身设计类型 所以咱们今天就来试打一下 然后红色的干身当然配暗影的干头 看起来会比较大 当然了这个边形的干身相对来说 就是会比较容易挥的快 然后弹道容易高容易左的 好左 低杆269码 144球速 96.6的干头速度 1700道旋 有点太左了 但挥的感觉很舒服 很顺 干头速度感觉加速很明显 好弹 真的是很典型的A区干身的感觉 到机球去有一个很明显的弹 2275道旋 139球速 14.4的起飞角 没打田 但是也过250的距离了 气球感觉真不错 但是稍微有一点点低 我觉得我想调高一点这个角度 明显高起来了 但是打的点稍微有点靠上 可能有点太高了 138球速 255距离 2500道旋 16.2起飞角 是有点高了 干头速度97.3 有一点左应该 没有 这根身真的感觉挺不错的 而且对于一个5s2来说 绝对不软 虽然不软 但是再硬点会更好 如果挥到95左右 应该这个就刚刚好 咱们试试看 挥个945 果然就更直94.5 但是确实没打田 这打的太低了 气打在干头的上半部分 17.5的起飞角 只有1900的倒旋 但是方向就好很多了 再来 如果挥的很慢的话 好像我就有一点容易打身 可能往上拽的力 就配合的不够好 94.6这干 对这样感觉好一点 94.4 我真的没夸张 咱们看一眼TRACKMAN这个数据 这是最后的三颗球 94.4 94.6 94.5 前面就是9798左右 是不是干头速度控制的还挺不错的 扣太多了 那么71 141球速 1600倒旋 16.3的起飞角 还是打的稍微有点深 刚刚这个是99.6的干头速度 就对我来说 如果打A区的干身 前端比较软的类型 我比较容易失误到顶上或者外头 所以一般来说 我会偏向比较反向 地区的 就相对来说 握把端稍微软一点 前端稍微硬点 这个相对来说稍微好一点 但是肯定这个部分更多的 还是我的动作问题 我得挥的更平一点 这打感真的很不错 我以前打暗影 好像没有这种感觉 就那个声音 感觉像加了消音器的机关枪一样的感觉 揍一下就没了 而且都没打天 这个还是1.46 99的干头速度 144的球速 再试试看能不能打远一点 能不能打个280 这个打的有点偏止步 距离不错 落点远 但是滚的少 243落点 2800倒旋 14.27飞角 146的球速 8.6的干头速度 咱们这样 还是升一个硬度 打S的 我觉得应该效果就会更好 过两天再来 今天第二天咱们继续来测试 我换了一只S干身的 颜色也是我比较喜欢的黑蓝色迷彩 重量写的是55克 然后在数据测试上来看 这只硬度CPM稍微高了5个单位 所以255左右 前后的硬度都稍微只硬了0.3到0.5左右 所以硬度差别跟昨天这只SR的并不是特别大 而且昨天在录像完毕以后 我又多试打了很久 这只SR的干身 越打越好 头也换了几个 然后最后我用了这个暗影的plus 这只现在效果极好 我已经准备插在包里了 但是这只S的也装上了 所以今天咱们试打一下这S的 回起来感觉好像差不太多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但似乎更跟手一点 手感其实真的很像 真的更好一点 可能因为更贴近直线一点 倒旋应该有点高 259的距离 144的球速 2850倒旋 14.9的起飞脚 可以试试踢稍微高一点 稍微有点露左 265的距离 141的球速 2185 15.8 但稍微有点左 非常舒适的一个回感 虽然打点没打天 应该靠上了一点 靠外了一点 所以距离不是太远 253 142球速 3000倒旋 14.4起飞脚 打点完全靠里了 这杆应该对我来说又挺多的 是我的一个偶尔会出现的失误 250码 3000倒旋 14起飞脚 舒适度可能还是那个更高一点 但是球这个肯定会更稳一点 我再来打几杆 然后一会再多打几杆 跟那根SR的对比一下看看 打身了完全 15球 15球够远的 这个 264码 141球速 2350倒旋 16.7的起飞脚 也没打着中心点 但是效果很好 267 146球速 2650倒旋 这个还是不太一样 它有一个不一样的手感 跟那个SR的比 SR的我好像没打出来 这种感觉 这个很爽 276码 2200倒旋 14.8起飞脚 也打在杆头内侧 所以有一点点诱趣 264码 147球速 2850 像刚才这杆的手感 我是觉得可以再硬一点点 但是好像在那只杆上 我就没有这个弹性的感觉 266码 144球速 2300倒旋 除了实在的 还是这只SR的手感好 又干在杆头内侧了 可能拿了这个SR 我就有点 不由自主的发力灰根 我想在最后补两颗 那个S的试试看 确认一下到底哪个舒服 有一点左 我确定了 就综合的感觉上来说 还是那只SR的 对我来说更舒适 虽然这个挺远的 275 144球速 而且只有1900不到的倒旋 但是楼左了很多 所以看一下平均的数字 第一波6颗 我打的S硬度的 平均的倒旋27 平均起飞角15.4 落点236 总距离257 然后SR的倒旋稍微低一点 2400 起飞角稍微低点14.5 落点242 远了6码 总距离266 远了9码 最终综合来看一下 Monster这干身 我觉得第一个手感 确实真的很不错 可能因为大部分情况下 像现在这种干身都是还是偏软的 但是像它的SR和S都是偏硬的 所以在握把足够硬的情况下 前端有比较好的弹性 比较容易回正 所以如果你能加一点小作曲的动作的话 就很容易扣过了 然后这种干身 它因为在握把端这边比较硬 对我来说的感觉就上杆 如果我多给干身施加一点压力 它回来的感觉比较稳定 当然相反 如果是高折点的干身 相对来说这边软一点的话 如果你在上下杆转换的时候 施加很多的压力 它有可能变形比较多 然后回来比较不容易找到机球的释放时机 但确实这一支SR的 对我来说手感确实更好一点 然后时机抓的会更容易准一点 但作为低折点的干身有一点缺陷 就是它的倒旋比较容易踢到高 所以昨天到后来 我搭配的这个暗影plus的 这个效果就很好 方向也很容易直 然后倒旋也容易空下来 但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建议大家 还是找一工房去做测试 整体来说手感挺不一样的 所以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 Monster的这个干身